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人都把拥有幸福的家庭 看得特别重要 当尽本分临到家人的逼迫拦阻时 往往会陷入两难中 不知如何选择 今天的主人公 因信神尽本分 遭到了丈夫的逼迫拦阻 甚至离婚的威胁 他是如何经历的呢 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紫薇你好 你好 你什么时候接受神末世做工的呢 我是2003年 有一个姊妹给我传达神的末世福音 我听到救师主发表真理 来做工拯救人 我心里很激动 寻求考察后我就接受了 我每天如饥思渴地吃喝神的话 心里特别得供应 感觉踏实有依靠 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哪段神的话呢 这段我读一下 作为人类中的一员 作为敬前基督徒中的一员 我们都有责任 有义务 为完成神的托付 而献上我们的身心 因为我们的全人都是从神而来 都是因神的主宰而有的 若我们的身心不是为了神的托付 不是为了人类正义的事业 那我们的灵魂将愧对于 为神的托付而殉道的人 更愧对于供应我们全部的神 阿们 阿们 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 神是造物的主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的 也是神预定拣选 让我有幸接受了神的末世做工 听见了神的声音 这是神的恩待 现在还有很多人 没有来到神面前 没有听见神的声音 我不能光自己享受神的恩典 还要为神的福音扩展 献上自己的责任与本分 这样才有良心理智 活着才有意义 是 要是我在有生之年 不能尽上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 那就是亏欠神 就会留下遗憾 2005年 我在教会也尽上了本分 有时候传福音 需要去远一点的地方 得一段时间才能回家 虽然也有些纠结 但是我还是选择外出尽本分 愿意为福音工作 献上自己的一份力 感谢神 那时候你的家人 都支持你尽本分吗 我妈妈弟弟妹妹 都接受了神的这部工作 支持我传福音尽本分 我丈夫也不反对 可是好景不长 共产党对全能神教会的 反面宣传越来越多 街上贴了很多 造谣抹黑教会的宣传单 警察说 发现谁信神就抓去坐牢 我的家人因胆怯 就不敢信了 还担心我被抓 那他们拦阻你吗 拦阻 一次我去传福音的路上 碰到了我妈和弟弟 他们一见到我就拽着我回家 我妈说 家里人都在找你 大家都很担心你 想到之前丈夫一家人 那么照顾我 现在还让他们为我操心 我就觉得很亏欠他们 我就回家了 那你丈夫公婆是什么态度啊 他们不怎么搭理我 一家人在一起 没有了之前那种和睦的气氛 我心里有点难过失落 我不想再伤他们的心 想待在家里好好照顾家 就这样 我在家里好几个月都没有聚会金本分 只是自己看神的话 那这样下去生命受亏损呢 是啊 一天我遇到一个姊妹 她问我 还想金本分吗 我很纠结 想到我刚做教会负责人 关键时刻放下了本分跟家人回来 教会工作没有人主持 各项工作肯定会受到影响 我的心有些受责备 但是一想到 家里人对我出去金本分 特别反感 要是我又走了 家庭破裂了怎么办 想到这些我就没有信心了 还是受家庭情感的瑕疵 那你之后一直在家没过教会生活 后来我在家开启了小卖部 为了照顾好家 做他们心目中的贤妻良母 平时家务活我都懒了过来 帮公婆洗衣服 打扫卫生 洗洗涮涮 能做的我都做好 跟家人相处也不会争吵 邻居都夸我 孝顺老人 虽然我把家人照顾好了 但是我的心总也快乐不起来 因着忙于生意照顾家庭 也没有聚会尽本分 我的心理神越来越远 吃喝神话也打瞌睡 没能尽上本分 心里也受责备 后来病痛 接连不断地临到了我 鼻眼 乳腺眼 咽喉眼 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 想想 以往我的身体比较健康 可是这段时间 接连不断地临到病痛 吃中药 西药都不管用 我活在病痛的折磨中 吃不好 睡不着 以往聚会有什么难处 都能跟弟兄姊妹谈 大家互相扶持帮助 有神话语的带领 心里平安踏实 可是现在 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 心灵里黑暗 感觉没有神的同在 是那么的无助啊 是啊 人离开神 没有神的话 就是痛苦啊 我心里渴求 神能帮助我走出 困境痛苦 我就向神祷告 神啊 我的心远离了你 感觉痛苦虚恐 心灵里黑暗无助 愿你带领我 经历这个环境 在我最痛苦黑暗的时候 我听到了一首 神话语诗歌 那些生活在我话之外 逃脱试炼之苦的人 不都在世界中飘荡吗 他们犹如秋后的落叶 到处飘零 无有落脚之地 更无有我安慰之雨 虽然他们没有我的刑法 熬炼跟随 但这些人 不正是那天国之外 到处漂泊 流浪街头的乞丐吗 世界真是你的安息之所吗 你真能因着躲开我的刑法 而获得那世界上的 一丝欣慰的笑吗 你真能用你暂时地享受 来掩盖你那内心中 不可掩饰的空虚吗 你能骗你的任何一个亲人 但你却永远骗不了我 因为你的信太少 所以你至今 仍然找不到活着的乐趣 我劝你 与其位肉体 碌碌无为过一生 忍受人所难以忍受的 一切苦楚 不如为我真心花费半生 何必那样保爱自己 而逃避我的刑法呢 何必因着躲避我一时的刑法 而获得永远的难堪 永远的刑法呢 阿们 阿们 神的话打动了我的心 我一边唱啊 一边默默地流眼泪 神说的正是我的情形 我为了维护和睦的家庭 把本分撂下 远离了神 活在黑暗中 正像神说的 像流浪街头的乞丐 像秋后飘零的落叶一样 无依无靠 孤苦伶仃 找不到方向 心里痛苦压抑 神说的很真实啊 人远离神 就是这么痛苦无助啊 是啊 我以为享受家庭和睦 肉体安逸 就是幸福快乐 就放弃本分回家了 虽然肉体得到了 暂时的安逸满足 但是没有教会生活 没有尽上本分 我心灵里受责备 每天过得都很煎熬虚恐 我体尝到 离开神的日子 是多么的痛苦 这时我才明白 神借着病痛的管教 是为了让我醒悟 这里有神的良苦用心 感谢神 我也体会到 我真正需要的 不是肉体安逸的生活 而是神的话 神的拯救 我需要过上教会生活 尽上本分 有神话语的带领 活得才踏实 是 我每天都向神祷告 愿神为我开辟出路 冲破黑暗权势 从家庭中走出来 那后来呢 后来 我又重新过上教会生活了 力所能及地 尽上了本分 我心里感觉 很踏实平安 感谢神 再次尽上本分 那家人是什么态度啊 家人啊 一段时间后 丈夫知道 我还在信神尽本分 怕我被抓牵连到他 就拦住我信神 给我摆脸色 有一次 我聚会回来 他把我听师哥用的播放器 摔碎了 当时我心里很痛苦 但是我认定 信神是走正道 是天经地义的 不管他怎么逼迫我 我是不会放弃心神的 有神的话 加给力量 心里就不受挟制了 是 那之后 你就一直在教会 尽本分了 转眼到了2010年 我尽上了 教惯新人的本分 有一次 因着忙于本分 过年那几天 我没有回家 当我回去时 丈夫就黑着脸 拿起鞋子 打我的头 还有一次 我尽本分回到家 丈夫对我说 你说你信神 要走正道是吗 我要走世道 如果你还是坚持要信神 那咱们就各走各的路 离婚吧 那你当时怎么想的呀 心里难受啊 要是真的离婚了 就再也没有家了 以后 我该怎么办啊 那段时间啊 我一想起这事就痛苦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是啊 这事确实不容易经历啊 那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呀 痛苦中 我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祷告 求神带领我 加给我信心力量 过后 我看到神的话说 全能神说 耶稣在上耶路撒冷的路上 心中犹如刀脚 痛苦万分 但是在他心中 丝毫没有一点反悔的意思 总有一种强大的力量 来支配他 走向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最终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成为最深的形象 完成了救赎全人类的这一工作 超脱脱了一切死因的辖制 死亡 地狱 阴间 在他面前失去威力 被他战胜 他一生三十三年之久 总是按着神当时的做工 而尽力满足神的心意 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 总为父神的心意而打算 所以说 他在受尽之后 神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因着他在神面前 和神心意的侍奉 所以神把救赎全人类的重担 压在他的肩上 让他去完成 他有资格 有权利去完成这一个重任 他一生不知为神受了多少苦 经历了多少撒旦的试探 但他从不灰心 神信任他 爱他 才把那么大的重任交给了他 所以神亲自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在当时 只有他才能完成这个托付 这是神在恩典时代 完成神救赎全人类的工作的 实情的一部分 阿们 阿们 神为整救人类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神对人的爱太大了 是啊 看到主耶稣为了救赎全人类 不考虑个人的得失 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 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最终把全人类 从最终救赎了出来 是啊 我又想到 今天跟随神的许多弟兄姊妹 同样会有家庭 情感肉体的产类辖制 但是当福音工作 需要人配合的时候 他们能忍痛割爱 撇下一切 全力以赴传福音 这是预备善行 也是见证 是 现在正是福音扩展的时候 很多信任都急需交关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我不能尽上自己的本分 那就太没有良心理智 太令神伤心失望了 是啊 想到这些 我有了决心 不管家人怎么逼迫 哪怕丈夫要与我离婚 我都要尽好受造职务的本分 满足神 只有神的话 才能嫁给人信心力量啊 后来我选择全时间尽本分 听说后来你家人 利用钱才引用你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那是 2014年 有一天我回家办事 我丈夫的叔叔 要出钱帮我们开复印店 我没有答应他 叔叔就威胁我 说 你整天去信神 不好好照顾这个家 你不开店也可以 但是你要是再去信神 我就让你们信神的人不好过 我就对他说 你不要乱作 那样不会有好结果的 他就不说什么了 接着亲戚们轮流攻击我 有的说 抹黑教会的话 有的说 你不要信神了 照顾好这个家 要不然丈夫跟你离婚了 你就后悔了 奶奶也说 要是你不听话 我们就报警 让警察把你抓走 我丈夫在一旁 还一着脸不吭声 那面对家人的攻击威胁 对你也是个不小的考验 你当时有受影响吗 没有 听到他们说这些话 我很气愤 我信神是天经地义的 又没有做违法的事 他们竟然要把我交给警察 但同时又很担心 家人都来劝我开店 好好赚钱过日子 要是我不听他们的 以后他们对我不好 这个家破裂了怎么办 但是一想到 要是选择在家做生意 我就没法尽本分 之前我为了维护家庭 放弃了本分 活在痛苦中 要是这一次 我还选择放弃本分 选择家庭 以后 可能就没有机会 再进本分了 我的心不断地在拉锯 进退两难 不知道怎么选择才好 的确是个艰难的选择呀 我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求神带领我 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全能神说 你们中间的很多人 不都在是与非之间 徘徊过了吗 家庭与神 儿女与神 和睦与破裂 富足与贫穷 地位与平凡 被拥护与被弃绝 等等一切正与反 黑与白的斗争中 你们选择了什么 想必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和睦的家庭 与破裂的家庭之间 你们选择了前者 而且毫不犹豫 钱财与本分之间 你们又选择了前者 甚至连回头上岸的心智都没有 奢侈与贫苦之间 你们选择了前者 儿女 妻子 丈夫 与我之间 你们选择了前者 观念与真理之间 你们仍选择了前者 面对你们的种种恶行 简直让我对你们失去了信心 简直让我吃惊 你们的心竟然如此不得软化 多年的心血换来的 竟会是你们对我的放弃 与无可奈何 而我对你们的期望 却是与日俱增 因为我的日子 已经全部展示在 每个人的面前了 而你们现在 仍是在追求着黑暗的 邪恶的东西不肯松手 这样 你们的结局会是怎么样呢 你们认真的想过吗 若是让你们重新选择一次 你们又会是怎样的态度呢 难道还会是前者吗 你们还给我的 仍会是失望与痛苦的忧伤吗 你们的心 仍会是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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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得珍惜神给的机会 虽然不开店做生意会得罪家人 但是我追求真理 尽本分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这是最有价值的事 是 人明白真理了 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了 是 想想家人口口声声说 为我好 为这个家好 其实不是真的为我好 其实是让我为他们效力 之前我为这个家庭付出 满足他们的肉体利益 他们就很高兴 现在我信神尽本分 不能赚钱了 还有可能因为信神牵连到他们 他们的真实面目就显明出来了 不给我好脸色 甚至想以报警威胁我 他们对我 哪里有亲情 哪里有关爱 都是在利用我为他们效力 让我听他们使唤 赚钱伺候他们 他们追求的是赚大钱 享受好的物质生活 追求的是社会潮流 还想拉拢我 随从他们远离神 背叛神 与他们一起走灭亡的路 我不能中了撒旦的诡计 是 人都是自私的 人与人之间都是利益关系 只有神对人才是真情实义 神对人的爱是无私的 是 我又看到神的话说 全能神说 你是一个受造之物 礼当敬拜神 追求有意义的人生 你不敬拜神 活在污秽的肉体之中 不就成了衣冠禽兽了吗 你既是一个人 就应该为神花费 忍受一切痛苦 就你现在受这点苦 你应心里高兴 踏实地接受才是 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像约伯 像彼得一样 人在世界当中穿着魔鬼服 吃着魔鬼给你的饭食 在魔鬼的膝下干活 效劳 被他糟蹋得污秽满身 人生的意义你没摸着 真道也没得着 这样活一生有什么意义 你们这些人是追求正道 追求进取的人 你们在大轰隆国家站立起来 是被神称为义的人 这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吗 你得为真理而受苦 为真理而献身 为真理而忍受屈辱 为得着更多更多的真理 而忍受更多更多的苦难 这是你该做到的 你别因为享受家庭的和睦 而丢掉真理 别因为一时的享受 失去了你一生的尊严 你一生的人格 你应当追求一切美的 善的事物 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 这样庸俗地活着 而且一点追求目标都没有 这不还是虚度吗 你能得着什么呢 你应当为一个真理 而舍弃一切的肉体享受 你不应该为一点点享受 而丢掉所有的真理 这样的人没有人格 没有尊严 没有存活的意义 阿们 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 作为一个受造之物 信神敬拜神 尽好自己的本分 这是该有的职责义务 是天经地义的 这样活着才有意义 才蒙神成许 是 想到彼得一生跟随神 当神的托付临到他的时候 他不考虑自己的肉体 家庭如何 他把神的托付放在第一位 彼得对神 有真实的爱与顺服 神最后就把天国的钥匙 交给了他 是 彼得的实行 的确值得我们效法呀 是 我不能因着享受一时的家庭和睦 肉体安逸 而放弃本分 丢掉真理 得为了尽好受造之物的本分而活 认识到这些 我有了信心 不管家人怎么对待我 丈夫是否跟我离婚 我都要跟随神 继续尽本分 感谢沈 2015年 我收到了 法院寄来的离婚协议书 虽然一开始 心里也有些难受 但是有神话的带领 我没太受吓着 那这回彻底摆脱了家庭的捆绑 终于能自由地信神尽本分了 是 经历过来之后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这一路走过来 是神把我从家庭的网络中 一步步拯救出来 让我看透家庭情感的实质 能够根据神的话 看人看事 这都是神话语达到的过效 我今天能在教会中尽本分 这是神对我极大的拯救 感谢沈 感谢沈 也感谢你 能与我们交流你的经历 感谢沈 感谢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